大家好,這段影片我會跟你說Revision Set 2 Paper 2 份卷就預計30分鐘,我理論上就不用太久了 我們事不宜時開始 第一條都是Expand index的東西 所以bracket裡面的每一部分都要power 負3 所以第一個部分是3負3 第二部分你可以先把它變成1 即是你可以當體不到 B的0次是1,不用做了 第三部分是C的負1的負3 C負1的負3就是負1乘負3 因為power的power就會downgrade一格變成成 所以就變成C的剩三次方 然後我們將負次方扔進墳墓 就變成3的三次墳墓 C的三次方不用動,就放在墳墓上 所以答案是C三次方 over 27 第二條,兩個square 主要考你的欄位是 知不知道下面的square其實有bracket 我測試Expand給大家看 前面的三個就是 a²-2ab-b² 這個都應該很熟 就是a² 2ab就是2乘7 即是14 14ab 然後再加b² 即是49y² 而後面的三個就會叫做x² 即是a² 加2ab 再加b² 最困難的位置就是 減的時候 其實我是把整個後面的expanded部分 減一次 所以這個bracket 比較多同學會漏 如果我記得這個bracket 就很難會錯的了 因為我只要把後面的東西 拆括弧 就變成 減x² 減14xy 再減49y² 如果是稍微省一點 其實可能你都直接 不用寫這個step也可以 因為你知道 頭那個就會減走了 尾那個就會減走了 剩下的部分是2個-14xy 所以答案就會是-28xy 第三條就是comparing coefficient 我們左邊就做了一個少許的expansion 即是用一個rainbow method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5px² 第二個是-pqx 第三個是3乘5x 第四個是3乘-q 我們寫到這個樣子之後 其實你就要懂得看 我們x²一組 x一組 而且沒有x的一組 所以如果你想多寫一個step 我就會希望你懂得寫的 不過你不寫 你懂得想的 也沒問題 可以15-pqqx 這是一個抽 common factor的step 然後那邊就是10x² 加rx-12 理論上LongQuad 有一句 叫做by comparing the coefficients MC 當然不需要你寫 我們要做的就是 將x²的coefficient去對比 我首先用這個紅色的highlighter 就是5p對應10 所以你就會計到p就是2 5p等於10 p等於2 下一步呢 我們就要計到-3q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計到-3q 計到Q才會計到R 你計到-3q等於-12 我們就要計到-2 我已經highlight了第一項 第一項 就是第二項 -3q等於-12 我們就會出到這個 Q是正4的 計完p 計完q 要計R 怎樣呢 這次我就用黃色的highlighter 就是15-pq 就會對應正R 記得對的時候 不要留下正負號 因為前面的加減號 也會影響了 coefficient 15-pq等於R p找了Q找了 就是15-8等於R R等於7 第四題 一個general term 也是那個小技巧 就是先看看公共的 就是common difference 公共的相差 就是-6-6-6 那總共減了多少次呢 減1次就是6乘1 減2次就是6乘2 減n次就是6乘1 然後我就要想回前一個數字是什麼 47的前面的數字叫53 所以答案就是53-6n 如果你計到這個之後 就要找T15出來 就要把15放進去 就可以做到 即53-6乘15等於-37 不過呢 你不懂這個方法 無所謂 因為一定有同學不明白的 但是我們只需要 慢慢計算就可以了 因為你要計算第15個 term 只要稍微小心點 拿著計數機 第一個叫47 第二個是-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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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逐個數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讀機讀14次 就要出到第15個 term 所以應該也不是太難做的 好 第五條 Make see the subject 首先你看到有兩個份數 兩個份數比較辛苦 如果你懂得 你可以直接整條色乘u 但是你覺得困難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先做一個通訓母的step 即是c over v 減1 over u 等於c 因為有些同學覺得通訓母會舒服一點 我就會用這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通訓母vu 而分子就是c乘u 以及1乘v 1乘v 我先寫v 然後右邊是c 我們把vu乘去右邊 變成cvu 隨便吧 cvu 然後用c做subject 所以我們要把有c的部分 全部擺在同一邊 你會選擇有兩個方法去擺 第一個方法叫做 把所有c放在左邊 就會出到等於正v 而第二個方法就是 把所有的c放在右邊 如果你還記得 我們有個同學叫adwin 他經常都喜歡用 負那邊 就比較不喜歡 因為你看到負v 我特別不舒服 但如果我選左邊這條路 就變成正v 所以整件事就會舒服一點 而且做mc都會開心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做mc的時候 它的答案通常都會寫 靚那邊 我們cu 就抽了整個 做common factor 1-v 等於v 而我最後 其實是想要c做subject 即是我要將 無關事的部分 即是u乘1-v 整件事除對面 c等於v over u乘1-v 暫時這幾條都有信心 大家做得到 到第六條 少少複雜 但其實意思一樣 和第一條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把bracket裡面的全部square 即是2的2次 x的8次 因為4乘2是8 y的-4次 負2乘2是-4 然後除就變成 即是乘2y square over x 然後2的2次 即是4 然後x的8次 y的-4 將它扔入份母 變成正4 然後乘2y2 over x 上面分子 乘分子 就是4乘2是8 x的8次 和x約走了1顆 剩下7顆 xy的2次 和y的4次 約走了 剩下2顆 所以答案就是a 第七條 一條普通的expanded form 都沒有太大難度 只是數位而已 首先你要知道 它總共有很多個位 例如是0乘2的0次 0乘2的3次 0乘2的4次 OK 我們只需要知道 它是由2的0次開始數 那就很厲害了 即是由個位開始數 第一個位是0 所以A和B 基本上都不用看了 C和D 要檢查一下 我就是這樣數的 第一個位置叫做2的0次 是沒有東西的 第二個位置是2的1次 是有1次的 第三個位置是2的2次 是有1次的 然後呢 3次、4次、5次、6次、7次、8次都沒有東西 所以就照數 3、4、5、6、7、8、9 是有東西的 所以D都錯了 OK 第八條 Height is measured as 2.03米 Correct to freeze a different figure 首先你把這句話 就是convert to nearest 即是在腦中 可以在腦中 不能寫出來的 你如果知道2.03 3食肥的意思 其實就是 correct to nearest 0.01m 因為203米 其實它的暗地裡 代表著 如果有把尺 它是2.03 就是三有效數字 下一格就是2.04 前一格就是2.02 所以它實際上每一格都是0.01米 而我們說的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就是半個刻度 那麼多 半個刻度 即是0.01 over 2 maximum absolute error percentage error 就會是這個數字 即是0.005米 就是你佔2.03 這個測量的幾大部分 percentage error 我寫一下 帥仔少少 接著 我們就要刷機 刷機的時候 乘100去刷就可以了 你應該刷到0.246% 好 接著到第九條 其實也有點重分 那麼 四個吃lifn figure 0.03吃lifn figure 我們先看A 為甚麼錯呢 因為0.0013 其實只有兩個 因為我們數吃lifn figure 是由第一個非零的數字開始計算 B 也一樣 1.2只有兩個吃lifn figure 所以是錯的 C 也一樣 139 不是4個吃lifn 只有3個吃lifn 而1398D當然是正確的 好 第十條 就是考上 Upper quarter Lower quarter 這個也比較多人不熟的地方 希望做多一點點這個類型 Upper quarter 意思是 如果我把一堆人分四份 中間那個你經常都看到 每一次對卷我都有說 叫做medium 而上面那部分 即是四份三這個位置 我的名字就叫做upper quarter 就是你會這樣想 當作上等人 真的好像更厲害 那部分的人 四份一 而尾四份一 我們的名字就叫做lower quarter 所以這200人排了次序之後 Upper quarter 其實是說150這個位置 150點來的就是 200乘以四份三 或者75% 就會出到150人 而這150人的位置 他每個月的消費是多少呢 應該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應該是10點 你看看一個細格 一個細格應該是0.2 因為10至12之間有10格 一個細格0.2 所以就叫做10.6 然後我們看lower quarter 就是四份一位置 即是50 我們指過去 再看看lower quarter 是多少 應該是7.2 因為一個小格 叫做0.2 那10.6和7.2的相差 是多少呢 因為他每個是1000 可能是10600 再減7200 就會是3400 糟了 好像沒有一個選擇 可能我看了 我這個始終畫得不太好 我原來是10.4來的 因為畫得不好 應該是10.4來的 所以差一點也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MC考到你 我又不會每個都這麼接近 即是有時候你眼睛也有點不差 但你知道方法 原來是這樣看的 即是由150人和50人 再看回對應的費用 你知道每個小格 代表多少 就不要看錯 第11條 這條也是很簡單的題目 即是知道 看哪兩條線的交叉點 看11的1 Approximate solution 你認到底這兩條線 是對應哪兩條 MNL 其實是說 由上至下的這一條 即是紅色highlighter 我就用紅色給大家看清楚 而第二條叫做 AX加 BX加 C等於0 我就用藍色去表示 還有一個PX加 QX加 R 我就用綠色來表示 OK 我們就看到第一個 其實是說 紅色和綠色 OK 我們就highlight 用顏色來看 紅色和綠色的相交點 在哪裡呢 紅色和綠色的相交點 就是60 所以06是錯的 60才是對的 第二個 AX加 BY加 C 還有PX加 Q Y加 R 它的相交點 就會在下面 -3就好-3 所以是對的 第三個 AX加 BX加 C 和MX加 NY加 L 就是0 上面 藍色和紅色的相交點 即是13 所以是對的 第12條 普通的Soft 很淺 這份MCO 突然說得很淺 這個呢 就是 普通一色二色這樣做 我覺得這條 因為 你用什麼方法 都好 不 你用 substitution 會有分數的 我就稍為 稍為建議 試一下 Elimination 可能會容易一點 因為我覺得 很多同學 處理分數都一般 OK 乘三倍 整條色乘了三倍 之後 我叫這個做三色 第二色呢 這次就要乘五倍了 乘五倍之後 就會出到15X和25Y 等於20 有三色和四色之後 整條色相減 為什麼會選擇用減 不是用加呢 因為15-15 才是Cancel 所以15X-15X沒有了 25Y-9Y 就剩下16Y 20-24是-4 所以Y等於-1 over 4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塞進去 找X 不過其實 你看回ABCD 其實 只有A 是出到Y的答案 我還給你看 塞進去 Y等於-1 over 4 隨便一條就可以了 例如我塞進去 1色度 5X-3-1 over 4 等於8 也是 按下機 5X等於8加3 over 4 然後再除了5 那就應該做到 7 over 4 我不說了 第13條 Size of each interior angle 是14倍 跟Z1那條也很像 如果你做完Z1 你做這個應該要吃 我講講一條 MC的技巧 就是一個多邊形 我不太知道多少邊形也好 我畫不到 但是呢 什麼叫14倍呢 即是說外面的角 如果叫做X 裡面的角 就會叫做14X 而這兩隻角 相加之後 就會是一條直線 即15X等於180度 X等於12度 知道X等於12度 我們就要用Sum of exterior angle of polygon 因為每一個多邊形的外角 都會是360度 我會用Sum of exterior angle 有很多角度 Sum of exterior angles of polygon 就是360度 所以答案呢 N就會是360度 除以12 即是30 第14條 這條也很簡單 我們看到它是一個五邊形 1 2 3 4 5 所以那條Sum of interior angles 就會是5-2x180度 Angle sum of polygon 這五隻角 加起來就是這個數字 即是50度 加135度 加60度 加45度 加X 這邊的答案是540度 所以X應該會計到 540度 再減回剛才那堆 應該就250度 好 然後到第15條 相對會難一點點 不過呢 因為考MC 其實有一點點意識 其實就 不是太難想的 因為題目沒有提示 你說要Proof similar triangle 但如果有一點點意識 是會感覺到 跟Sum of triangle有關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兩個三角形 都很... 即是叫做... 怎麼說呢 好像按比例 拉長了 所以這個是... Angle ABC 應該會等於Angle A.E 原因呢 就是... Corresponding Angles BC Parallel to DE 那同樣 另一邊的角 ACB 和AE 都會一樣 再加上Command Angle 所以這個是一個 Similar Triangle的Pair 那我就 skip了這段 因為我只是做MC 只要觀察到 原來ABC 和A.E 是同樣的 AA 那你就會做到 這個Similar Triangle 但是我要找X是多少呢 我們就會用這個 叫做 AB over A.Boi C over .E 還有一個 叫做 AC over AE 但ACAE 題目沒有給你 就叫做 Irrelevant Information 我就不看它 Corresponding Size Similar Triangle A.B就是4 A.Doc就是4加X 然後 Boi C是6 DocE是9 那麼我們基本上 都是靠差雙乘 就會算到 X是2 好 第十六條 其實都很簡單 純粹問Reason Reason for AB Parallel to CD 要證明到這個 我們就會看 Transversal 什麼Transversal呢 例如 紅色線就是一條 Transversal 因為我們的目標 是看 BA 和CD parallel 一條直線 cut through 這兩條 parallel line 就叫做Transversal Transversal 如果我們不懂這個字 沒有所謂 但我知道要看這個位置 所以 其實有一個答案是對的 例如說 A等於C Corresponding Angles Equal 其實這個是對的 不過只不過 ABCD這個選擇 沒有這個選擇 所以我才沒有選擇 如果它有這個選擇 它是對的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有沒有另一個答案都對呢 其實可以看下面條線 下面BD這條線 都是Transversal 即是藍色Highlight這條線 Transversal 我們這次就瞄準 這個叫做B和D這兩隻角 這兩隻角很明顯就不是一樣的 因為它都是在裡面 一個大一點一個小一點 但是我們可以說到的東西 就是叫做B加D等於180度 如果它是B加D等於180度 那這個就叫做 Interior Angle Supplementary 但是你記得 如果真的寫Long Quack 就一定不是這樣寫的了 最多是因為這個180度 然後所以 這個叫做AB Parallel to CD 這個Reason 是放在最後的 這個要看一看你 不可以像我這裡寫 只會是MC考你 17條 哪一個Must be True 我們就希望 將XY拉上一個關係 我們就不寫太Full Step 不過就看一幅圖 我們可以將其他的角 去Express in Terms of X 例如這個叫EBC 我們叫180度-X 然後下一步 我們就嘗試 將X和Y拉上關係 那就用一些Reason 例如這個叫做EBC的Triangle CD是一個Extended Line 所以我們有一隻角 叫做Extended Line 就是Y這個角 我們就寫40度加180度-X 等於Y 他問你哪一個 是肯定正確的 所以220度 等於X加Y 即是D這個選擇 第18條 問哪一個是Right Angle Triangle 首先 我們要最重要的知道 最長的邊 叫Hypotenuse 這個很重要 今次都出的簡單 但有時候他會給2√2 和3 那你就要判斷哪一條邊是最長 例如這個其實3是長過2√2 不知道你知道嗎 你可以按摩檢查一下 你認到哪一條最長 之後我們要檢查 就是5Square加12Square 和13Square 比較一下 如果一樣的話 就是 然後7Square 24Square 和25Square 大家都出625 又對 9Square 40Square 和41Square 大家都出1681 所以3個都對 好 第19條 問FETA 你看到有兩個都是X 我們要把它拉上關係 怎樣拉呢 首先就是找AD 因為AD是兩個直角三角的 哪兩個呢 就是左邊那個 以及右邊那個的公共邊 common side 我們會選擇用AD 因為我可以把左邊拼到右邊 先找AD 一看左邊的三角形 你便會用tan59度 因為它是opposite side 即是AD 再over adjacent side 即是x 我們要找AD 做subject 就等於x乘以tan59度 不需要刷機的 保持著這個樣子就可以了 接著看右邊的三角形 我們便會寫到 tan 等於AD over 3x 剛才寫到的是 AD x tan 59度 現在 over 3x x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但可以約了它 約了它之後 就剩下tan 59度 over 我便會示範一下我會怎樣刷機 我便會這樣刷機 tan59 三括弧 再除3 首先就是exe 先把右邊的數值 接著我便會按shift tangent chip tangent 就是tan-1 接著按answer 你便可以出到的答案 就是29.0197 三色幅就是29.0 這裡便會示範一下我怎樣刷機 第一步我會先按右邊 右邊的堆東西便會是tan 59 再除以3 記得山褲59 按完這個數字便是右邊的數值 然後再shift tangent answer 這個答案便可以出來了 接著到20條 我便會示範怎樣刷機 兩個anone 兩個anone 第一個就是tangent tan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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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看這隻角 它的opposite side 就是4 所以就是4 over 7 是json side 接著我便會刷機 刷到tangent tangent 就是29.7 44 813度 接著我便要找x 便要看整個大的直角三角形 即tangent 2tangent 2tangent x 再減4 再減7 我要找x 便會是7tangent 2tangent 再減4 便會是x tangent 就是剛才的角 即是29.744 8813的角 我要刷到x 怎樣刷呢 我便會拍影片示範一下 最後刷到7.87878 physicfix 7.88 第一步 是不難的 我先要按4除以7 然後再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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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減3 2tangent 然後沒有減5 然後我便會示範一個新的技巧 日後都可以用得到 我便會把這個答案遲些使用 那怎麼辦 就是Answer 7 7 然後那便7 然後A B C D E F 我剛才按了A 就是Answer Store A 重複多次給你看 即是剛才想把這個數字 如果想Store A 遲些使用 就是Answer Shift RCL ABCD XYM 可以讓你選擇 例如選A,Store 日後想使用,就要按Alpha A 這個技巧少少學了 就是日後的計數機技巧 後面要按到7×tg2α 今次我會按7×tg2a A是Alpha A 按完7×tg2a,再減4 就會出到剛才的答案 當然,我真的忘記了怎樣按機器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方法 就是剛才的這麼難得的數字 你會用原筆抄下 29.744 千萬不要29.7 因為你這個不準確的數字 放在後面計算 有機會會錯 所以你就最好抄下所有的數值 然後後面我要做的 那就真的要打一次 就安全一點 29.7448813乘2 再減4 也可以的 當然,我建議你學懂一個技巧 就要Answer store A 這個方法 剛剛那條有點難 這條又送分 很簡單 送分 讓你肯背書 努力記就可以了 Sine opposite Hypotenuse Alpha opposite I 就是B 所以B over Hypotenuse 就是C 沒問題 對的 而第二個 Cosine Beta Cosine Beta 就是Adjacent Hypotenuse Adjacent就是B Hypotenuse 是C 所以這個是錯的 應該是B over C 才對的 而第三個 Tangent Alpha 就是Opposite side Adjacent side 所以是B over A 才對的 好簡單 送分 第二十二條都不是難 但Parameter 要背色 那條色 就叫做2πR 或者是πDiameter 我們Parameter 就是找個長度 所以這條數 其實是有幾個部分組成 第一個部分 就是外面的大圓圓的半個圓圈 第二部分 就是藍色Hightlighter 一個小的半圓 第三部分 也是一個小的半圓 也是一樣的長度 把這三個加起來 就對了 所以大圓 你背得到的Formula 就叫做2πR 或者是π20 πD也可以 2πR 再乘一半 就是紅色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 可能直接用πD 或者2π5 再乘一半 不過有兩個 所以乘2 前面的部分 就會得到10π 而後面的部分 也是10π 答案就是20π 它說明3x14 就20x3x14 但正常就不好 你用計數機的 Shift EXP 我覺得會好一點 不過它提過說明 就沒辦法 就用了 第23條 The area of the sector 這次的area 就是背色的 就是πR² 然後再乘一部分 即60度 over 360度 都是按機器 就讀到576π 的六分之一 那你就會出到96π cm² 第24題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考背色 不過這次就給你 Total Service Area 你要背到一條色 叫做2πR 2πR 就是h 就是這個樣子 等於196π 但Sorry 是錯的 因為這個只是 Curved Surface 即是我現在 紅色 油的部分 但你還記得 我們如果調整Solid 的時候 還有頂和底 所以應該要加 πR² 乘2 因為有頂和底 這個怎麼知道它有底 其實它沒有說任何東西 就代表是有頂和有底 因為是一個Solid Cylinder 但如果它說明 例如一個開了蓋 或者一個刺子桶 就不需要加 我們按照 2πY² 再加2πY² 等於196π 即是4πY² 等於196π 把4π除過去 Y²等於196π Y等於196π Y等於196π 好 就完成這24題了 我個人的 剛剛好30分鐘 很棒 我個人感覺 這份卷是偏淺一點點的 即今年的卷 會比這份難一點點 但又比上一份的Z1淺一點點 我希望你大概都會做 這堆東西 幫到多少就有多少 加油